贾斯汀·杜鲁多昨天现身魁省索莱尔的自由党会议,随即成为传媒采访的焦点。 他表示,加拿大人重视候选人的实质正纲,各候选人将要以实力比拼。 他在未来数月会做全国巡回拉票,还期望为魁省省民提供有别于新民主党的愿景,返回自由党在魁省的劣势。 选举自上周三接受提名至今,只有贾斯汀·杜鲁多正式提交申请, 但表示,友谊角逐者多不胜数。 贾斯汀是前总理杜鲁多的长子,自10月初宣布友谊参选以来,一直被视为大热人选。 民意调查认为他能够重振自由党。